哈喽 你们今天好吗 我是雷贝卡 欢迎来到我的餐桌 这次做的这个黑糖糕是用酵母去自然发酵 跟上次用泡打粉做的黑糖糕完全不同 炒糖跟蒸的方式也不相同 用酵母做的黑糖糕质地比较松软 但是因为加了素薯粉口感一样Q弹 用黑糖直接炒糖 让黑糖糕的外表色泽更黑金油亮 两种黑糖糕一样美味 就看你们喜欢哪一种口感的黑糖糕 现在我们准备来煮黑糖水 准备一个小锅子倒入黑糖200克 然后开火转到最小火 一定要用最小最小的火慢慢地炒这个黑糖 先将黑糖平均铺平 这个黑糖的炒法一定要有耐心 看到黑糖冒烟就要赶快翻炒 这样才不会造成黑糖烧焦变苦 炒糖期间一定要不断地翻炒 以免烧焦 如果温度过高也可以拿起锅子远离火炉 炒到像这样黑糖已经融化 变成这样光滑浓稠状就可以了 然后慢慢加入热水 一定要慢慢地加 现在黑糖水温度很高 一定要小心慢慢地搅拌 一直到黑糖跟水能够融合在一起 煮到像这样黑糖已经完全融化 就可以关火 再加入冷的食用水200克拌匀 趁现在黑糖水还是微温的状态 我们加入素薯粉100克过筛 这样素薯粉会比较好拌均匀 加入素薯粉可以让黑糖糕更Q弹 拌至像这样完全没有颗粒的状态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准备来调黑糖粉浆了 准备一个调理盆 倒入刚刚拌好素薯粉的黑糖粉浆水 然后加入素发酵母5克 将酵母稍微拌匀 这时候的黑糖水还是微温的状态 有助于酵母发酵 然后加入中筋面粉250克 中筋面粉一样要过筛 这样才能让调出来的粉浆更荒滑更细致 用刮刀将黑糖粉浆拌均匀 要有耐心的将黑糖水跟中筋面粉拌匀 加入蔬菜油20克也可以改用蜂蜜20克 加入蔬菜油或蜂蜜是为了让黑糖糕更湿润 冷掉之后也不会变硬 我觉得用酵母做的黑糖糕口感更湿润 黑糖粉浆搅拌至这样光滑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 我习惯用一个小贴布做一下记号 然后我们就静置一旁等待黑糖粉浆发酵 这个发酵过程大约是一小时 可是还是要以当天的天气温度而定 所以建议还是做一下记号这样比较安心 等到粉浆蓬发一倍的高度就可以了 黑糖粉浆发酵得很漂亮有很多的小气孔 我们用刮刀再稍微搅拌一下 搅拌到粉浆光滑均匀就可以准备入膜了 今天使用的模具是8寸的圆形蛋糕模 我会在模具里铺上一张烘焙纸 这样蒸好之后会比较好脱模 将拌好的粉浆倒入模具中 还有记得粉浆高度不要超过2公分 高度控制在1.5至2公分最适合 过高的粉浆容易造成表面爆开 粉浆倒入模具中 表面跟里面会有气泡 我们要将模具拿起来摔打几下 让粉浆能够更平整没有气泡 这样蒸出来的黑糖糕 才不会里面气孔太多造成质地空心 今天我使用电锅来蒸黑糖糕 电锅内倒入2米杯的水 然后盖上锅盖 按一下开关 先让电锅加热至水沸腾 水滚之后就将黑糖糕放入电锅中 然后盖上锅盖 在锅盖旁放上一根筷子 还记得上次做的黑糖糕是用蒸笼来蒸的 先大火蒸10分钟 再转小火蒸20分钟 但是电锅火力是一样大 没办法控制温度 所以一定要放根筷子 散发它的热度 否则热力太强 黑糖糕一定会爆开 表面就没有办法光滑平整 我试过另一种方法 如果不放筷子也可以 就是蒸的前10分钟不要开盖 10分钟之后就要时不时的去开盖 让它散热降温 用测试针测试看看是否已经熟了 没有残留的粉浆在测试针上 这次我没有撒白芝麻 如果要撒白芝麻 记得现在就要将白芝麻撒在表面 然后盖上锅盖 再焖个三分钟 这样白芝麻才会黏着在黑糖糕表面 将黑糖糕从模具中取出来放凉 这样黑糖糕底部才不会湿湿的 将表层的烘培纸轻轻撕开 这样会散热的比较快一些 现在要来比较几个炒黑糖的方式 这是第一次做黑糖糕用的炒糖方式 倒入黑糖 加入少许的水 将黑糖炒至浓稠 再加入热水拌匀 这对初学者来说 是比较没有难度的炒糖方式 炒出来的黑糖颜色 是三个炒糖中第二升的 也是我最喜欢的炒糖方式 这是黑糖发糕的炒糖方式 先将水煮开 再加入黑糖拌匀 煮至沸腾 这个是最简单 完全没有任何难度的炒糖方式 但是黑糖颜色跟香气 就没有其他两种炒糖来得好 这是这次黑糖糕酵母版的炒糖方式 是我觉得难度最高的炒糖方法 因为用黑糖直接去炒糖 比用二砂炒焦糖更难控制 火候要控制好 要不断的翻炒 但是如果控制的好 我觉得是三个炒糖中 黑糖的味道跟香气是最棒的 就看你们喜欢哪一种 你们看放凉后的黑糖糕 外表黑金油亮 底部也真的非常平滑漂亮 我觉得好像一个黑糖蛋糕 质地非常的松软 有弹性 看起来真的好美 准备要来切黑糖糕了 我先对半切一刀 然后再二分之一切一刀 四分之一再切一刀 在四分之一切一刀 总共切了四刀 共八大块 看一下黑糖糕的剖面 有很多漂亮的小气口 黑糖糕轻压后马上回弹 质地非常的Q弹 而且吃起来黑糖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口感跟上次做的黑糖糕完全不同 有点介于蛋糕跟面包的口感 有淡淡自然的面粉发酵香气 是我很喜欢的黑糖糕口感 而且我真的好爱它的外表颜色 整个黑糖糕黑金到发亮 光看这个黑糖糕的外表 就让人忍不住流口水 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爱上这颜值100分的黑糖糕呢 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